欢迎收看本节目 我是主持人圆圆 11月18日 陈佩斯的最新话剧《金梦》在北京首演 陈大鱼、刘天驰、乌刚等演员出演 在这部话剧中 陈佩斯致敬自己的父亲再次出演了黄世仁这个角色 他的演技唯妙唯笑 把这个耳熟能详的地主形象演绎得十分逼真 赢得观众振振掌声 此次陈大鱼也和父亲首次同台演出 他的表演《深得父亲的真传》 与老戏谷同台标系也毫不怯场 未来可期 相信一定会在影视行业中有亮眼的表现 陈佩斯对于自己的儿子非常严厉 陈大鱼曾经在采访中直言十分害怕父亲 哪怕是到了现在也还是存在小小的害怕 不过陈佩斯还是非常疼爱陈大鱼的 在儿子刚刚进入影视行业的时候 陈佩斯曾因担心儿子而吃不下饭 他的爱人也同样替儿子担心 在陈大鱼首次登上舞台的时候 更是紧张地从台上摔了下来 导致胸椎鼓裂 陈佩斯出生于艺术世家 他的父亲陈强曾经饰演过白毛女中的黄世人一角 陈佩斯也是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吃面条 警察与小偷等小品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儿子陈大鱼是一位青年演员 和父亲一起搞喜剧曾出演过阳台等作品 网友看到陈佩父子二人同框演出的场景 留言感叹一家子都是在用心搞艺术 还有人称赞看几位老戏古标戏很过瘾 也有网友表示老艺术家的这份热爱和坚持实在令人感动 一家三代在同一事业上坚持不懈 实在是令人敬佩 希望陈大鱼能够接过爷爷和父亲的接力棒 在未来的时光中用演技证明自己取得更多亮眼的好成绩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